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今天开始的审查会议 事关重大 优关国人的健康 同时优关台美之间 这次国际贸易谈判 就要拿美猪 特别是莱猪 以及30个月龄的美牛做交换 这样的一个事件 走到今天的审查会 竟然有一个部长 叫王美花 昨天对着媒体 先打脸了自己执政党的委员 也打脸了所有的国会的议员 为什么这样讲 昨天才听说他对着媒体 要新增莱猪祸号这件事情 他认为不可行 第一个是行政上管理的不可行 这是什么行政单位 所有的公务同仁 都认同这样的部长吗 你们研议过吗 你们对于新增祸号 要造成的这些成本的问题 你们估算过吗 完全没有 就由部长一句话否认 这个是傲慢的官员 傲慢的部长 我认为非常不适格 第二个 我们10月6号也拿到经济部国贸局的回函 说新增祸号本身是可行的 只要有公民团体 包括产业团体 向这个国贸局相关的单位申请流程 他们会去咨询相关的部会 这怎么不可行 所以王部长 请你把握你的时间 尽速赶到这个联席会来 跟大家做报告 回应 你昨天是不是失言 昨天是不是失格 能不能要求相关的部门 特别是我们 刚刚有人指证我 赖斯堡委员等 几位委员的提案 要新增两周内研议CCC code的这个执行方案 提出建议跟报告 在修法上就可以进行 所以我也呼吁在场 不分朝野的委员 支持我们民众党在实管法里面 第三十条 新增获号能够入法 才不会让这样傲慢的政府官员 一巴掌打掉我们的时候 为国人把关的一个 一个努力跟诚意 第三我想最后要禁告我们的 柯总召 我是很尊敬的 可是刚刚党团协商的时候 他拍桌怒斥 我觉得对我们新科议员心生胆战 但是 但是 他刚刚也来说 他会尊重大家的意见 进行朝野协商 所以我认为 第一个我支持公厅会应该要多召开 第二个 现在非常多的公民 在看国会准备怎么样阻挡 美猪莱猪的这个 还有美三十元年以上美牛的问题 我们难道不应该作为国家 最重要的谈判后盾吗 所以希望有良心的执政党委员 可以站出来一起支持 我们应该让莱猪不要来 如果挡不住 莱猪连货号都没有 怎么会使国人的这个食品建康 把关 今天的审查会议 希望各位 能够把握我们自己最后的良知 不要让台美的贸易 就只输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上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賴夏令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请